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礼拜一的第一个小时 我们都是办公室同乐会 要来聊一下有关于职场上的一些 不管是大家的喜怒爱乐等等的 那通常我们办公室同乐会在聊的 有的时候像我们之前请到献哥来 就是在聊办公室的耳鱼我炸啊 小圈圈啊 我到底要不要加入啊 我要不要封锁我讨厌的同事啊 要不要LINE要不要直接把他退群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小清新的话题 这算小清新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开始觉得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 就是大家真的会有兴趣吗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他其实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 常常你会觉得说可能让大家我没有对这个题材没有兴趣 大家知道什么是CSR吗 其实CSR是三个单字的缩写 它是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对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这三个字构成的 对但其实就像你刚刚的直觉反应一样 大家听到企业社会责任 第一个是企业 哦那就是大老板的事吗 那跟我这些我只是一个领薪水的 或者是我是一个卖小东西的 他跟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社会责任听起来就很沉重 干我什么事啊 对 我都养不活我自己了 我还有什么社会责任呢 我对我自己负责就好了 对但其实呢 这些东西的确就是一开始把命名的人 没有把名字做得很吸引着 如果今天黄凯元你有 我们赋予了你一个神圣的任务 请你重新来把这件事情定位 然后做一个响亮的名号 你会想叫它什么 这样啊 其实这件事情早就有很多领域内的前辈在做 现在CSR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东西 在概念上已经有一个新的名词去赋予它 是什么 叫做企业永续 永续就是莎世责任的不情 对 有有有有有有 因为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杂志啊 不管是元件啊天下啦等等 他们会去做一些什么企业永续经营奖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当然CSR也有奖啦 那其实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东西呢 是我之前在跟凯元聊说 最近其实有蛮多有趣的社会事件 没错 其实没想到其实都可以跟CSR这个东西也做关联 比如说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 我先讲一下刚刚凯元要把他转到这个企业永续经营 其实这个东西就会跟你我有关 因为这个企业你我觉得啦通常啦 当然现在年轻朋友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创意比较多 或是冲进比较大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尝试不同的跑道 我这间做一做我可以换那一间 那间做做我再换那一间 或者是通常是还没有找到自己要的 但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份你自己很喜欢的工作 然后你也很熟悉的领域 你可能就然后加上这个公司各方面福利条件都很好 升迁管道也很棒 老板也不难搞 同事大家感情也还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想要一直换工作的人其实没有 这时候呢这个企业 他要不要让你一直待在这里 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他他有没有办法经营的下去 是 有没有过一个企业 原本你觉得你是在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企业 然后一夕之间哇塞他就要倒了 你就快要没有工作的 只是因为他的突然间一夕之间 可能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没有做好 然后他就要倒的 是 你有没有有没有 我们没有说他要倒了啦 黄凯云你干嘛这样 我认识你这么久 你没有这么支支吾吾啊 很难聊吗这个话题 有些可能名称要马赛克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电视好马赛克广播用 或者是逼消音的方式 你知道来宾很熟就有这种好处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这样玩他 最近的一方啦 一方水果茶 来我们讲一下 一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其实好大家刚刚说企业跟有什么关系 对那你可能觉得企业很遥远 没关系让我们讲手摇杯 很多人就说下午口渴 或天气正买一杯凉的 手摇杯最近先起一个很大的风暴 因为一篇在微博上的声明 哇让两岸三地的网民网友 开始掀起论战 然后我去喝哪一家 或者我只能喝哪一家 掀起很多的讨论 那其实在一方水果茶第一个在微博上面掀起 渲染大波的那一篇声明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最头痛的是谁 应该是他的加盟业者 而且是台湾的加盟业者 如果今天我是台湾加盟业者 大概就那一个 我觉得超惨的 到底跟他们什么事啊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里面 隐含的就是一个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在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好你今天是一个要投资小生意的人 你觉得哇一方水果茶 用料也蛮扎实的 而且又标榜台湾水果 这好像是个人不错的生意 然后评估一下 好我决定加盟 可是你那个时候会觉得 你跟你相关利害关系是谁 好你的母公司 然后你要开店那个位置的消费者 你觉得对啊我加盟 我就是把加盟金付给我的母公司 然后我在这边卖他的配方 然后我卖个消费者 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利害关系人了 但其实不是 像台湾的加盟组 怎么会去想到 远在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外的 对岸的加盟组 竟然会影响到他的生意 真的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 交赛啊真的是 你知道人家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你说今天他一觉起来发现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 这是给我们一个思考角度 去思考说其实现在的社会也好 企业也好 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已经不再只是说 好你是企业股东企业消费者 这样子一个二元的关系 所以这个总公司 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后来他们是有讲说 那不是他们发的吗 他的意思是说 他意思是说那是在对岸的加盟 对就是那一边的 不是我们的事情 那他们个人的行为 对不对 后来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声明 这个中间当然还有一些 公关跟危机处理的一些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沟通的概念是说 利害关系的这个东西 其实比你想像的更复杂 因为其实在传统我们讲企业 那就是像你刚刚讲企业社会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里面就是 好你企业要去跟你的消费者沟通 要去跟你的股东沟通 股东是什么 股东是stockholder或是shareholder 但这个概念现在就是延伸出去 变成一个stakeholder stakeholder就是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他牵涉的层面就会很广 也就是说你看你今天要去加盟一家 手摇店饮料 那你要去思考的东西可能变成说 这些公司他们目前拓点的计划是什么 然后他们这个拓点的计划 他们有没有面临到一些可能潜在的风险 是我在加盟的时候必须考虑进去的 好 那我们不讲手摇杯 比如说我今天开 大家很喜欢开咖啡店 对不对 好那你今天你去看你要加盟 你可能又是做一个加盟的咖啡店 那你加盟这个咖啡店 它的供应链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你的供应链是从肯雅 或者是某些可能有剥削劳工的疑虑的产地 就以前人家说写钻石 可是现在是写咖啡 对对对 那假设今天忽然某一次出了一个大事情 哇一查供应链 你这家加盟的咖啡店 你有进一个来路不良的一个咖啡 你的供应链有问题 消费者就抵制你 这又是一个你失掉未及的状态 但是这些东西 它都算是CSR的一部分吗 没错 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跟大家介绍 CSR这些观念新的扭转的概念 好我们先来讲 那我们就回来CSR本身 CSR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是谁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因为你刚刚说它是企业社会责任 那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传统我们都觉得无奸不商 商人无祖国 从商哪有什么责任社会责任可言 我就是要赚钱 老板觉得我的责任就是养活我的员工 但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开始意识到 我其实有社会责任这件事情 刚刚大家听这段话 可能会觉得无商不奸 无奸不商好像有点负面 但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 研究企业的所有的学者也好 或者是一般企业经营者也好 这是显学 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企业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赚钱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企管学者 在70年代讲下的名言金句 他就是说企业你要是 你就是负责把钱赚好 为什么呢 你钱赚了你可以缴税给国家 然后你可以分红给你的股东 你可以发薪水给你的员工 你只要赚钱你的责任就尽到 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个知识好不好 我们办公室同乐会 不是只有吃吃喝喝团购而已 我们也要学一些知识 来谁讲了这句话 诺贝尔得主 他是经济学大师傅利曼 他有一句关于CSR的名言叫做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也就是刚刚凯云讲的这个概念 没错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研究企业的人都会觉得说 对我们大家社会要分工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单位 他就是他会就是负责赚钱 好这个概念其实大概也维持了几十年 二三十年有 才开始慢慢出现一些转变 这个转变其实就是有一些企业 开始陷入了一些危机风暴里面 这个东西我们又要讲另外一个股 刚刚这个股是70年代的事情 我们讲这个股现在追溯到 中股时代罗马教廷的一个时代 当时其实罗马教廷面临一些财务危机 然后他们就想说大家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 他们的脑筋动很快 他们就发行了一个东西叫做赎罪券 大家知道说好 在天主教 应该说基督教他们有一些教义是 你能够诚心的忏悔 那其实你就能够获得救赎 这个教义本来是很美好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在有限的操作之下变成说 我今天花钱去买这个赎罪券 我把钱贡献给教廷 教廷是服侍上帝的 那他今天做这个购买赎罪券的动作 他的罪就可以赦免了 就等于是帮我买了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 对 即便我在人间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但我可以透过赎罪券的方式来得到救赎 这个东西他中间的概念是交易 我用这个金钱换取我罪孽被赦免的一个权利 这是一个交易过程 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社会责任常常被拿来运用 也就是说我社会 我企业会做一些事情 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一些负担 比如说他可能有环境的污染 那可能有劳资的问题 他今天只要做一些 好我今天捐一笔钱去帮助偏向的小孩 我今天捐一笔钱去帮助什么什么什么 好我有捐钱 我社会我有回馈社会 他用我捐款的量 我做慈善的量 来衡量他CSR这件事情做的好不好 但是其实这完全就是 中古时代赎穷税券的概念 现在还有一些企业是这种概念吗 没错这些概念还是有留着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目前正在被淘汰中的一个旧思维 现在新的思维是什么 新的思维叫做它是企业公民 我们刚刚说什么叫企业永续 其实就是企业 把自己当成公民的一份子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讲公民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最最低限度就是守法 可是我问你法律有规定 你在捷运上要让位给老人家 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吗 这绝对不是法律规定的 对 但是你让的这件事有没有好处 对你自己有没有好处 我是很乐意很开心做这件事 因为我会觉得很快乐 快乐 好这是你已经想到第一个好处 就是一个利他 可是对于有些人觉得来讲说 我让做那我变成我站的腿酸 那我没有快乐啊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让做 这个思维其实就是所谓你刚刚讲利己利他的一个差别 如果企业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 我们在捷运上在公社上让博爱做这件事情 他能够影响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我愿意让做 虽然我只是一个个体 但是我让做他也让做 很多人都让做 这个观念形成之后 它成为一种风气 有一天你会变成那个需要被让做的人 你可能当天早上扭到脚我没有办法站 因为这个风气形成了 有人让做给你 你就得到的那个利益 哇塞你这一段 我们家山羽一定听了非常的有感 因为他之前出车祸啊 然后呢那个脚啊 就是都一搏一搏超惨超可怜的 然后没有人让做给他 对然后后来他一段时间之后 还去再去开刀嘛 要把那个钢钉取出来 这么可怜 然后又再一次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都没有人要让做给他 对啊 因为他可能看起来太年轻 然后身强力壮 但他有拿拐杖 拐杖 对啊他有拿拐杖 他拐杖都拿出来了 他不是故意秀给人家看 他是真的需要那支拐杖 可见我们营造一个互利互信的一个社会 更加迫切 对所以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 所以今天企业 如果今天他有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刚刚我们说捷运让座 他是一个 或是公车上让座 大家这是一个一个比喻 我觉得如果有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议题 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让座 没关系 我们要讲的他只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他在你也可以 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情况之下 他是一件好事 没错没错 当然是量力而为 对量力而为 那同样的企业 企业也一样 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绝对现在已经不是用买赎罪券的方式来执行 也就是说不是撒钱做慈善这件事情 现在真正的企业永续是什么 是说他从企业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诶 等于说他其实是内部管理的一部分了 等一下 所以不是我们这么相爱的认为 诶今天比如说哪个企业 他做了一个滨海的 滨海的偏乡孩子们的客户安亲串联 就他们的CSR绝对不只是 只有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不只是你讲的部分 他绝对是CSR 但是CSR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从工 刚刚我们提的 你叫加盟一家咖啡店 你去看他的供应链 他的供应链选用品质有保证的 然后对劳工也友善的 这个供应链 他就是内部管理啊 他是你供应商的选择啊 可是这也是CSR 对因为如果他今天在这个部分他没有做好 他用了黑心食品 用了不好的源头的东西 对 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有你骂他黑心而已 因为他有可能 Biak Kong之后 没错 造成整个公司一瞬间倒闭 没错 几千个人失业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他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是 是的 他不只是社会责任的部分 不只是对外面的消费者 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员工 自己的公司 没错 他都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没错 所以其实现在的CSR 对一个建议 范围非常广 而且第一步其实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员工 那我问你哦 嗯 以前我知道就是 因为我自己跟CSR这个 我常常有机会接触一些CSR 部分 因为企业是这样子哦 比如说 嗯 他们现在我所知道很多大企业 他们是会有独立的 独立一个部门出来就是CSR的部门 对 那可是我所知道的是 他们其实都很辛苦 因为他们的钱都比较少 哈哈 没错 你干嘛笑我这么尴尬 因为我们现在跟CSR的部门也很多接触 对对对 那我们完全了解他们现在的一些 呃 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 所以 我以前所看到的CSR 还是说因为我接触 因为我会帮忙做 因为CSR会有很多活动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 大家所知道的一个部分就是 比如说他们会做公益 嗯 那当然做公益就会需要一些 呃 人来帮忙主持号召 嗯 或是帮他们呃 响应 所以我会常常参与 那我参与的这些客户什么都有 有车商有酒商 哦 然后有呃 有有各个不同的企业 通通都有 那可能是金融金融业 或是电子业都有 嗯 但是我们参与的部分 就都是这个部分 但是你你告诉我的就是 他们的这个CSR部门 其实现在要做的不止如此 嗯 或者反过来讲 哦 他那样子 你看到目前企业对于CSR的部门的一些编制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 它不是CSR部门 它是CSR活动部门 哦 也就是说 它是跟CSR有关的外部活动 对 或者是我编转报告书 像这个是报告书 嗯 呃 他就是做这些 比较明确的一些event的事件 嗯 但其实我们刚刚提 CSR应该是从公司 从上到下 每一个部门都要有CSR的思维 所以你们现在有在帮企业做企业永续的一些规划 其实就是投入在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做 就是往正确的这个CSR的方向去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其实因为刚刚提到公司的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他都有CSR思维在里面 我们用一个前阵子也是非常火热的大事件来举例 空服员罢工 哎 我跟你说 这个长庸罢工哦 事情哦 我说真的 我后来就发现 他真的不是只有 你说 劳资双方的对战 然后关系到的是消费者搭击 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其实后续的状况 包括后来爆发出有空服员说要 在做特别的飞机餐啊 然后后来呢 开始有人被 被所谓的到底有没有秋后算账啊 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是 我们后来有几个朋友在聊天 我们就发现其实他对于长庸的伤害 你不要看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长庸是战胜了 可是他对长庸的伤害其实很大 例如哪些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从罢工事件来谈CSR 好欢迎回到办公室同乐会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CSR One 平台资深顾问黄凯元 凯元刚刚我们在讲CSR 最后说我们聊到你说还有另外一个前阵子非常大的事情 大事件 就是航空公司的罢工事件 你说这个东西其实 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的CSR思维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例 因为像刚童文在广告之前帮我们预告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战争 好像劳方也重伤资方也没得到多少便宜 因为它其实也市值蒸发多少 那个都是用百亿千亿在算的 所以其实这对一个企业量当然是一场很大的风暴 而且并不只是劳资双方 那些行程被耽误的旅客 好像 诶 我跟你讲 我行程被耽误 但我还好 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又去首尔转接的时候买了一大堆东西 诶 不是首尔 我是去人川转接的时候买了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以捡到那个 就是以 赛翁失麻的概念 以时间换取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战利品 我个人是开心的 但我要讲的是你知道后来 嗯 那个事情 到最后不是 就是有出现一些什么LINE的截图啊 对啊 什么有资深的空姐说什么要 要给机师还是要给什么 要特制餐啊 特制飞机餐啊什么的 那后来我们就有在讨论说 其实这件事情对常文形象伤害很大 嗯 因为大家会想到说 哇塞 原来你们在飞机上可以这样搞的啊 原来我吃的这个餐点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他如果可以给 这个不支持他们的机长 搞一个特制餐 嗯 那他是不是对于 旅客对于澳客也是一样对不对 或者是这一次在罢工事件当中 因为空服的形象被 觉得被公司大大的损毁了 那不高兴 那后面就把这个气出在客人身上 有没有可能 很多人开始会有这种联想 这东西其实是对你对你航空公司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你说这个东西 嗯 是有伤害的 嗯哼 而这一些东西其实事实上 如果照你刚刚所说的 都是包含在 CSR的一个环节里面对不对 嗯没错 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舆论上面的一些讯息的纰漏 对啊 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已经 话题已经吵起来的一些危机啊 这个牵扯到的是危机的 这个先期的预警也好 发生时的处理 跟发生后的善后也好 这个东西可能关乎的是公关专业 比如是PR的专业 对就是说危机处理了嘛 就是你已经发生了 但是其实应该是你要 但其实真的最好的危机管理 就是 没有危机 就是没有危机 预防危机的发生 对 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就是说 你让危机一看就不要发生 绝对比善后来讲 是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料 所以 能够做一个好的 CSR的一个规划 就是而且是因为 我们以前不知道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这些啦 应该这样讲 我们真的以为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赎罪券 我真的一直这样觉得 就是一个企业的化妆师 比如说今天你找了 一个企业找了黄凯元 你们这群人 擦脂抹粉 来当化妆师 就像有一些人要去做政府的 化妆师一样 对 那我们只是为了 维持一个好的形象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已 对不是这样 远远超过 more than this 因为 重点是你要怎么样从 真的这一块包含的就是管理了 没错 比如说像其实 空服员的罢工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2016年的时候 华航其实就已经发生过一次 在华航发生那一次罢工之后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他们网站上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公司的CSR1这个平台 我们CSR1平台上面就是有很多 不同企业的报告书的汇整 也都在我们网站上 报告 什么样的报告书 就是它针对他们该年度 这间公司的CSR的各个环节 他们做的一些揭露 而且这个报告书 它并不是一个影恶扬善的 它其实真正好的CSR报告书是 正反需要并程的 也就是说对这间公司有利的讯息 不利的讯息 你都要能够让它很透明的 呈现在一本报告书当中 这个报告书透明换来的是信任 所以其实在2016年那个时候 华航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个风暴之后 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不管是华航自己的网站也好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CSR专业的网站也好 华航的CSR报告书被大量的下载跟检阅 为什么 对为什么呢 是谁在看呢 其实很多人看都很有价值 真的啊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CSR报告书 因为CSR在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相关 所以说在大企业的CSR报告书里面 它就会有很多 我们大企业在目标上 我们在管理上 我们在我们尽到的社会责任上 它都会有很多明显的揭露 然后对于风险也都会提出来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从 比如说你今天要怎么去看一间公司 他怎么处理他的劳资劳资问题 他们有没有开定期的劳资会议 这种东西你要从哪里看 就是从CSR报告书上来看 这个是CSR报告书应该要去揭露的一个资讯 所以呢像最近长荣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毫不意外的长荣的CSR报告书 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疯传的一个资料 对 就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没错应该是说就是我们会从 怎么做可以做的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这样吗 就是有一些东西它会有机可循 虽然说我们现在当然是用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去看 好长荣的case 我知道谁去看了 应该都是买他们股票的人吧 哎呀你这个观念真的非常的精准 就是说有两种状况我会想去看这个 一个是我找工作 对我想知道到底这个企业 他的整体的规划做得好不好 没错 那如果他的CSR是做得好的话 他代表这个公司发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几率比较小 那我在这里上班应该可以上得比较安稳 就是第一个对不对 第二个是如果我今天想投资这间公司 我也要看他会发生狗屁倒灶的事情的几率比较少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股价就会跌嘛 我就不适合投资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没错 因为这样我们先通 我真是冰雪聪明 没错你真的是太睿智的投资人 这么硬这么艰深 我都不想聊的话题 你看我聊到最后可以这么的有兴趣 我真是一个好学的人 我们就先从找工作来讲 好 可能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一些 诶 现在如果想换工作的话 诶 这个是 突然间发现有一个新的可以看的东西叫CSR 对 因为大家可能会 大家要换工作要转职 或者是新鲜的要找工作 他们会去哪里看资料 他可能会去人力资源网站 对呀 或去PTT啦 网站上去询问说 看一下他的封品怎么样 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系统 诶 真的 而且他都是 东一块西一块 而且你很可能 因为某一个经验分享的人 他的 然后你就给你一个很片片的影响 然后你就受这个影响影响很深 不管是正面的影响 或是正面的影响 但其实CSR报告书 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资讯 为什么呢 CSR报告书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是正 有利不利讯息都要揭露 哪有 有不利的吗 有啊 就比如说我这间公司 他在薪酬制度上 还有哪些没有做好的 他必须写在里面 因为为什么 这个报告书他可信 他可信原因是因为 他必须经过认证跟查核 对 所以报告 这个报告书 你当然可以自己 企业就是随便就出一本 然后也没有经过查核的 对但是其实你今天去看大企业的 或是现在越来越多企业会主动的 以金管会的规定来说 资本额超过50亿的企业 他是有编转这个CSR报告书的义务 也就是他的法规就是跟你讲 你一定要编 而且你还一定哪去要做确信认证 就是第三方的 可能是会计事务所或者是 一些认证机构 他去查核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 会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透明 他的另外一面就是信任 你越透明 你资讯揭露越公开 他越能够换来 不管是消费者也好 投资者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即将成为 或是已经成为你的员工的人来也好 其实这些资讯都是对你 这些人非常有用的 那我问你喔 如果今天是听众朋友他想找工作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可以看 除了就是因为说真的 你上人力银行网站 你看到的恐怕只有这个公司的资本额啦 对 或者是他现在有多少员工啦 或是你可以上去找一下这间公司的一些设置啦 组织等等 可是看不到太多就是 整体的 对 然后你在网路上找的一些 可能他们过去的一些事情啊等等 也可能只是片段的 但是CSR报告书 它其实包含很多的部分面向 假设我是以找工作的方向的话 你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哪些地方 找工作 当然第一个你要看的是你公司的体质好不好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体质好不好 你不要说你进了一间 体质好不好 这个东西不是应该 包括连投资人我都觉得 我不是应该去看他的财务报表吗 其实 他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综合性报告 叫IR 综合性报告它就是会分成财务部分 跟非财务部分的资讯 哦 对所以其实这两个部分呢 在过去 真的不能只看财务的部分吗 因为财务的部分 第一个是他有一点进入门槛 就是大家会觉得 天啊这些数字我看不懂啊 就是他好像是需要一些财经专业 才看得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财 只有财务的部分的话 他会看不到一些风险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的供应链是不是绿色供应链 你的劳资关系 你有没有好好处理 我可以问吗 请 我真的可以问齁 可以 这应该不是我们客户吧 你知道就是 就是 几年前那个很大的黑心 黑心食品的案件 顶那个什么的吗 哦对对对对 他后来其实 数据实在话 他们后来就有决定 结束台湾市场嘛 在某一块啦 某一块他们就结束台湾市场这样 这个公司 难道他之前没有做CSR报告吗 一定有嘛 但是我从这里面 我怎么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绿色供应链 他显然是黑色供应链 但我看得出来吗 我看不出来啊 应该说 我没有看过那家公司的报告书啦 嗯 但事实上其实那间公司 如果我们可以拿他的报告书来做一个个案研究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去找到一些有 竹丝马尺 可以参考的资讯 那是一定有的 嗯 对讲到这间公司 就是之前他有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哦 就大家会想要有一个灭顶计划 对 对就是因为 他们就是一间 因为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他们的供应链有问题 然后他们 所以造成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灭顶行动当时就是如火如初的进行中 嗯 然后搞到这间公司 他们后来的商品都不敢挂他们自己的名称 对 你知道大家就会 因为大家会去看一下 甚至比如说我们去买外面的饮料 我们都会跟他说 欸奶茶吗 欸我不要加哪一个牌子的牛奶哦 哦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发现 他们就会避开 对啊 他们会比如说他们的咖啡就会叫背什么东西 他就不会把他们的那个公司名称都出来 那你要可能要看到他的那个标签说明上 你才会看到他的那个 对我有好几次都是 以为这是个新品牌 你知道比如说看到豆浆或什么 你以为是个新品牌 转到后面一看 买回家之后才发现啊 这这这怎么是他呢 而且前阵子还闹出一个消费者 就是也是 惹火消费者的一个风波就是 他们 因为这他已经知道说很多消费者会去查 会去查 看他们标签上的那个生产公司 是不是他们要抵制那一间 对 因为公司还是名称还是会在那里 只是印的很小跟不太容易看到 对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天兵的计划 就想了一个 他觉得 他可能觉得有幽默的一个小创意吧 就是说 他就在翻过来 他们公司的那个logo那边就是写写 哈哈还是被你看到了 对 他可能是想要开个玩笑吧 但是消费者看到的时候 相当的愤怒 你是在跟我挑衅吗 等一下 他们那时候这一批东西出来的多吗 应该很快就被厂商自己下架 不是被消费者下架 天啊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后来 因为我没follow到这个 他有上新闻吗 我不确定主流新闻有没有 但是网友网路上是炸开了 可是真的吗 是真的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数量不多 他写哈哈还是被你看到了 对对对对 就在印在他的包装上吗 很小很小的字 就是他感觉是长一个彩蛋 在他的品牌上面 诶那我问你哦 因为现在都要很多CUSO啊 或是什么的引人注意的行销手法 对 你们既然是 因为你们虽然是CSR这个 但其实你们的专业是在PR 就是公关这部分 就你来看你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行销宣传手法 我们都会觉得这非常有问题 哈哈 可是他可能觉得我很有创意啊 而且 就大家知道我讨厌嘛 那 那 我也知道你们讨厌我 我想让你们博军名称 他是觉得死马当活马医的概念 反正也不会更死的大概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 既然讲完这个案例 我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案例 真的太好笑了 刚刚彤文说 你看他黑色供应链 他当然不会讲出来啊 对不对 没错 其实 有的时候你看CSR报告书 你看的不是他写的什么 你是看他没写什么 他没写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他不敢讲 他不敢讲他有感受 哦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另外一个 真的由黑洗白的案例 他在南部的一个半导体大厂 好这样其实讲没有关系 反正都洗白了嘛 是因为一支影片 日月光 造成他的 那个看见台湾 没错 当时曾经有非常大量的一个攻击 是针对他排放有污染的废水 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但这间公司 他跟我们刚刚那个负面案件公司 最大不一样就在于说 他们痛定失痛 他们是真的从我刚刚讲的公司体质 来整个改变 开始做改变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在供应链上 他的报告书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去讲他们的供应链 为什么是铝色供应链 那你看这家企业的供应链 写的那么清清楚楚的 然后他把他的 他的整个产地 他们的那些工业排放的那些废弃物 怎么处理 写的那么清楚 这间公司就没写 这间公司竟写一些 我赞助的什么慈善高艾富球赛 你这样子看 你是不是就知道 哪些公司体质比较健全 有道理 所以其实世界上报告书 看得出端倪的方式 绝对不是只看 他写了什么 你还看他没写什么 好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受用 我觉得还好做了这一集 还好我没有跟你说黄凯元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不管是 我觉得已经不是只有你找工作 或是 投资 或是你投资 而是说就像你说 其实他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对啊 因为他影响到就是这个 整个社会 整个台湾 甚至你说有一些 他们是国际公司 也是一样 其实现在国际上的 台湾的起步 台湾做的其实不算差 但是以全面性来讲的话 欧美国家还是做的比较好一点 现在欧美国家来讲 他们的EPS 就是美股的那个存力来讲 其实有做CSR报告书的公司的表现都比美股做的好很多 真的啊 对所以其实他已经在欧美已经真的变成一种投资指标 好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讲到这个东西是 是确实给大家上了一课啦 果然还是黄凯元黄老师 不敢当 不敢当 就是我们平常算拉赛居多 但是 今天要来 专业 专业真的是有这个专业度在 那所以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本来想要聊一下不同产业关注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 可能来不及讲 对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 那今天非常谢谢凯元 他是CSR One平台的资深顾问黄凯元 那让大家真的上了一课 宝贵的一课 谢谢大家 这个东西跟我们真的都有关系 刚刚聊的几个案例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下次再来给我们有一些新的这个冲击跟火花 好 让我们大家感觉就是 我们不是只会吃喝玩乐 我们还是有一个进取的心 再次非常谢谢凯元 谢谢